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机会很感谢您常年对中国台湾网的关心和厚爱 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花论坛开幕式上 国台办宋涛主任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引起了全场两岸青年嘉宾的热烈反应 请问您听了总书记的贺信后感想如何呢 总书记能够在这个时候来给我们一功贺汗 等于也是替青年论坛打了一针强心针 那么尤其是总书记这封信给大家很大的鼓励 就鼓励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好好看一看 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够跟大陆的朋友互相交往 互相交流 那么大家有共同理想相向而行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因为民族的未来 国家的命运是寄托在青年身上 我们对于青年寄予更大的希望 因为下一代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青年朋友透过这个论坛 能够交更多的朋友 能够对大陆更多的认识 就我们搭一个友谊的桥梁 沟通的桥梁 和平的桥梁 是我们这次论坛的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总书记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心里非常感动 那么在这次青霸论坛最特别的就是 杭州亚运会即将举办 那么您期待这次杭州亚运会 对两岸青年交流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这些青年朋友也去参观了各个亚运的这个场馆 看到这个场馆也是不得了 虽然在杭州也已经举办了很多的国际的领袖的会议 国际的这个赛事 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那么他们这次在来 哪怕没有参加这个亚运的开幕典礼 你看路上各个方方面面的这种准备工作 他们都看在眼里也在心里有所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们来应该是有相当的收获 也相当的震撼 可以看到这个杭州那么美 而且那么进步 而且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